比亞迪發布2021年上半年財報顯示 上半年實現營業收入908.85億元 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是11.74億元 同比下降了29.41% 比亞迪公司解釋為何利潤會下降 公司說報告期內因為產品結構變化 公司無利率下滑 同時受到大宗商品等原材料上漲影響 公司整體營利能力受到一定影響 公司無利率由2020年上半年的18.05% 下降到期內的11.13% 中國基金部28日報導 截至到最新收盤 比亞迪的市值高達8,000多億 但上半年11.7億元的淨利潤 對比起來顯然有點刺眼 最新數據顯示 比亞迪的股東高達42.6萬戶 對於這樣的市場估值 股民也炒回了 私募大佬 彈斌轉帖說 為何保利萬科年利率400億上下 市值才是1,000多億、2,000多億 估值投資了去哪裡 還有不少網民表示 新能源汽車本來就是花錢買夢想 兩個電機放個電池放個座椅 有什麼良心的工業垃圾 比亞迪大腿抱得好 地方政策優厚 私下管理一團亂租 還是娛樂圈忘制網路 這些虛擬經濟賺錢 實業不好做呀